瑞士天王费德勒同样在比赛当中是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没错 面对前美网冠军德尔波特罗呢 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 是连班三盘最终以3比2完成了大逆转 也是第七次打进了法网的思想 而在半决赛中呢 他将对阵的是德约克维奇 本赛季费德勒与德尔波特罗四次相遇 费天王保持全胜 而且在本届法网 德尔波特罗依然经受着伤病的考验 不过前两盘比赛 却讲述着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一向有些慢热的费德勒 在首盘事物够多 让阿根廷人以6比3先拿到一盘 第二盘虽然费天王的手感越来越好 但依然没有办法实现突破 两人均平安爆发 战至6平 抢7大战中 费天王在4比5落后时 情绪出现波动 波特罗连续正拍得手 以6比4拿下抢7 7比6再也一盘 经过两盘的调整 费德勒渐入佳境 而阿根廷人则在第四盘 身体出现了问题 左腿移动困难 找到进攻感觉的费德勒 没有再遇到太大的阻力 后三盘只要对手拿到了5局 以6比2 6比0和6比3 总比分3比2实现密转 取得了对阵波特罗的6名胜 半决赛将对阵世界第一 留约科威奇 也许到小类传染 ange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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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TI的名义